這個登錄功能在那個4.0之後就是變成預設了 可是3.5的時候沒有預設 只是說你要做登錄系統的話 其實還有點麻煩 那以往的話我們會簡單自己做一個 簡單的畫面這個畫面就怎麼樣呢?按一下新增影片對不對?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新增嗎? 如果你實在是不想要寫太複雜 你就是先給一個表單 然後表單裡面呢做完之後 在送出的時候呢你可以送出到哪裡呢? 那這邊會有個畫面嗎? 那這個畫面就是比如說我帳號是入冊 然後密碼的話比如說我隨便先key一個 這個已經key正確了 如果我key個假的 123好像登錄 密碼有錯誤 就類似像這樣很簡單 然後如果你正確的話 比如說你輸入1234 按登錄 OK那就調正確的頁面 那其實就很簡單 如果說你的需求是真的很簡單 就是 反正就一組帳號密碼 然後給對的人 其實我看 因為台灣 大概中小企業佔9成5以上 所以 大概 而且 或者即便大企業內部 其實需求也很簡單 就是那一個人嘛 去管理 那你不需要給他一堆的帳號密碼 光看到那些他就已經 昏頭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就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方式要怎麼建立 當然 後面我們會有時間 還會再講到登錄系統的部分 會有複雜版 這個是 簡單版 那簡單版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在那個 系統裡面 按右鍵 新按右鍵 建立一個叫 Login的一個 webform 這邊已經 這邊把它改成 Login 那我這邊的話 已經有新增一個 Login的一個 這個 然後呢 打開來之後 它分成有 畫面 這個部分 跟裡面的 程式部分 裡面程式部分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這個是從 VB裡面改過來的 那順便講一下 VB 因為以前都是用VB習慣的 然後有時候要改成 C-Sharp 其實 只要 掌握要訣 很快也可以轉 過來 一點都 不會有什麼問題 反正看到什麼 就 if的話呢 以前是if 然後反正也一定會有Ls 只是說 在C-Sharp裡面是 大瓜糊 然後 VB裡面是不一樣的東西 反正你就是記得那些 就翻譯一下就好了 就像你講 講國語 有時候要講台語 反正也可以一下就轉過來 沒什麼問題 為什麼因為你 習慣了 那像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有找到一個資料 我是覺得還不錯